29岁来自内蒙古农村的燕子和65岁来自英国的布莱恩相恋并且顺利结婚 这对相差36岁的情侣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感人故事 年轻漂亮的燕子为什么要嫁给一个年事已高的老头呢 并和他一起定居西班牙 燕子的父母怎么舍得自己的女儿嫁得这么远呢 这场相差36岁的跨国恋究竟是不是真爱呢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燕子和布莱恩的爱情故事 燕子1984年出生于内蒙古农村 他还有一个弟弟 一家人生活虽然不算特别富裕 但也是非常幸福的 燕子从小就性格倔强 主意大 父母呀根本就管不了他 因为内蒙古长年风沙 他一心向往到南方城市闯荡 他果真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江西的遗春学院 父母当时并不同意燕子报考这么远的学校 因为他们觉得呀 这个女孩子不管是结婚还是工作 留在家人身边互相有个照应是最好的 可这个燕子呢 铁了心要往外走 父母拦也拦不住 就这样 燕子独自一个人来到外地上大学 大学期间 燕子谈了一个遗春当地的男朋友 两个人相恋七年 最终却没能走到一起 2010年燕子大学毕业 他一心扑在工作上 先后干过好几份工作 在工厂做质检 还有在学校当幼师 在企业当外贸业务员 男友和未来婆家多次催促他们赶快结婚生完 可是他一点也不想这么早结婚 因为现在结婚生孩子就意味着他要放弃工作 于是呢 他就一直拖着 就这样最后和相恋七年的男朋友不了了之和平分手 分手之后 燕子的前男友很快就在家人的安排下结婚生子 而燕子呢则一心扑在事业上 2013年燕子跳槽到一家更大的外贸公司 这家外贸公司主要是做LED产品的 燕子当时的工作就是负责将这些产品推销给外国的客户 他每天都要发无数的邮件给国外那些潜在客户 推销他们的产品 让燕子没有想到的是 就是因为这份工作 他认识了他现在的老公布莱恩 那是2013年年底的一天 燕子收到了一份来自西班牙的回信 信中表示对燕子推销的产品非常有兴趣 并且还表达了对燕子的感谢 燕子当时非常开心 因为这意味着这笔生意很可能就会成功了 于是他连忙添加了布莱恩的联系方式 在聊天过程中 燕子从起初只顾着推广自己公司的产品 到开始倾诉自己的经历和生活 燕子也不知道为什么 自己会对一个陌生人吐露心声 大概是因为分手之后 他独自一人打拼太辛苦太孤单了吧 而对方又是一个很温暖 说话幽默风趣的人 跟他聊天很解压 也很开心 可那个时候他并不知道 和他聊天的人是一个60多岁的老头 布莱恩比燕子大36岁 1948年出生于英国一个小镇 他家呢算是中产家庭 生活还是比较富裕的 父亲是航空检测师 母亲是给飞机喷涂料的工人 布莱恩20多岁的时候跟一个西班牙女孩结婚 婚后两个人共同育有两个孩子 可是这段婚姻只维持了10年 最终因为布莱恩的前妻 移情别恋而离婚 离婚之后的布莱恩呢 就独自一个人居住在 特内里费岛上的一个100平米的房子里 除了一辆十几万的车 他几乎也没有什么别的财产 如今60多岁的他在一家西班牙外贸公司上班 负责在中国采购一些原料 他每个月的工资大概有一万块钱 后来布莱恩说他非常感激他的这份工作 因为这份工作让他认识了他一生的挚爱 来自中国的燕子 两个人因为工作原因在网上相识 互留联系方式 聊天过程中两个人互相打开心扉 不得不说这也是一种非常奇妙的缘分 但是当燕子得知布莱恩已经60多岁时 还是难掩心中的失望 可这个时候他们早已走进了彼此的心里 谁也放不下对方了 之后五年他们经历了网恋奔线异地恋 最终燕子在2018年5月瞒着父母私自在深圳和布莱恩等级结婚了 之所以要瞒着父母是因为燕子知道 父母是绝对不会同意他和布莱恩的婚事的 34岁的燕子瞒着家人 嫁给了70岁的布莱恩 他们定居在西班牙 生活算不上很富裕 但燕子觉得十分心爱 2019年12月结婚一年多的燕子在布莱恩的催促下 终于鼓起勇气将自己和布莱恩的感情给自己的父母说了 父母得知以后非常生气 但是得知女儿已经结婚 并且在西班牙生活的还很幸福 也就没有说什么了 2019年春节燕子带着布莱恩回到内蒙古老家 布莱恩给岳父买了T恤刀 给岳母也买了很多衣服 还给小舅子带了一些礼物 虽然父母心中还是有些不悦 但是还是热情招待了这个外国女婿 因为疫情原因 布莱恩和燕子在内蒙古农村整整待了一个月 经过一个月的相处 燕子的父母觉得布莱恩是个好人 也就默认了女儿的选择 2020年3月在疫情好转之后 燕子和布莱恩匆匆回到西班牙上班 回到西班牙以后 燕子虽然无法时常看到自己的父母 但是她还是会隔一段时间就给父母打去电话 还给父母寄去钱以表达自己的孝心 除此之外 她还帮助弟弟买了房子 如今38岁的燕子和74岁的布莱恩生活惬意 正在积极备孕 希望能早日生下他们的婚血宝宝 燕子说跟布莱恩在一起这么多年 她真的感到非常的幸福 也非常的满足 因为布莱恩时时刻刻都会考虑她的感受 永远想着她体贴她 把她的需要放在第一位 她说她知道 也许他们相伴的日子会很短暂 但是她会一直珍惜这段感情 大家觉得燕子和布莱恩之间的感情是真爱吗 真爱真的能跨越年龄的差距吗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次见 感谢观看